投诉人刘晓萍的儿子是20岁的学院生 却因为沉迷赌博而负债累累 第一次他向阿龙借了7万 第二次借了5万 没想到雪球越滚越大变成50万 最严重的时候 一共欠了将近10组大耳龙的钱 这名母亲指出 目前他已经还完大部分的债务 只剩下一组大耳龙的债务 虽然他要求他们出面协商和平解决问题 但大耳龙每隔三个星期就到他的家泼红漆 不然就是透过电话恐吓他 让他不得安宁 根据施主提供的闭路电视画面 可以看见大耳龙提着两桶红漆往家里泼 而除了泼漆 阿龙更是朝他家门撒明智 让他担心受怕 施主表示他已经到警局报案了9次 但警方至今仍然没有采取行动协助他 他唯有寻求行动党四眼末国会议员林丽颖的协助 希望能够还他一个安宁的生活 他同时也警惕所有家长多家留意孩子 免得落得跟他一样的下场 NTV7实习记者王嘉玲采访到